看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在台湾时间23号 跟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一起开了一个记者会 其中有媒体就针对拜登在民主党募款参会当中 说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这件事情 会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时 拜登的脸上微微露出了笑意 表示不认为他称呼习近平是独裁者 有任何的后果 他甚至说他将在不久的未来会跟习近平见面 好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拜登是在一场募款参会当中 脱稿表示习近平是独裁者 而且对气球事件感到丢脸 大陆的外交部当天就有发言人表达了抗议 表示这是严重违背基本事实 违背了外交礼仪 侵犯了中方的政治尊严 好 纽西兰的总理希金斯即将在这个月底访问中国大陆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言论 希金斯并不认同 他说中国政府的形式是中国人命的事情 好 这两天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就是去探索铁达尼号残骸的旅游潜水艇 美东时间18号上午在北大西洋失联之后 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官员今天宣布 经过这么多天大规模的搜救行动 加拿大部署的一具深海机器人 在距离铁达尼沉船的船手 大约400多公尺的地方 发现了这个小小的潜水艇的残骸 证实潜艇当中的所有乘客都已经罹难了 好 这个泰坦号的五名 乘客在18号下潜了一个小时45分钟之后就失联了 来自各国的救难队员一连好多天 包括了飞机船舰 也搜索了数千英里的范围 希望可以赶快在96个小时氧气用完之前 把这个乘客给找到 那综合外媒的报道 氧气已经在台湾时间 昨天晚上切很多就用尽了 所以目前已知死亡的这个五个人 包括了这个潜水艇的驾驶 一位英国的船业大亨 一对巴基斯坦的父子 以及海洋之门探险的创办人 1997年电影《铁达尼号》的导演 詹姆斯·卡麦隆听到这个消息 表示非常的震惊 他说这个泰坦号的失事 跟当年铁达尼号事件 真的是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再听听看 所以OceanGate shouldn't have been doing what it was doing I think that's pretty clear I wish I had been more vocal about that but I think I was unaware that they weren't certified because I wasn't really studying it I wasn't really interested Stockton Rush asked me if I wanted to go out there and dive this season you know I wasn't interested sad situation all around the Titanic have taken five more souls and it's a wreck you shouldn't go to that wreck unless you have all to a facility intact to return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return I think it's a tragedy as any tragedy but I think it was highlighted because basically there was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that chose to go on that trip and probably it gets a little bit more media attention than the usual disasters there's that happen out there in the sea that's what I think 好 我们刚刚听到的 这个是很多纽约市民 他们的看法 对于这件事情 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当然他们的看法不一了 有人觉得 尽管是一场悲剧 但是这个潜艇 先前其实就安全的疑虑了 他们愿意冒生命危险 去探险 就得自己负责任 那也有民众直言说 比起其他的灾难 太坦号的悲剧 其实得到过多的关注 因为船上的这个成员身份 非富即贵 很多oton的惠物 对那些愿意 对那些愿意 所以我们再 witness 以外交通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先到 个重点 这些愿意 对 我们再问 我们再问 一个 我们再问 好好 我们再问 我们再问